这是本年度惊悚片中的最大黑马 科学严谨的高端医院中 居然出现各种诡异高能的神秘事件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外科医生维奇正在给病人进行心脏手术 忽然一只蜘蛛凭空出现在手术室 维奇惊得手上一抖 差点划破病人的心脏 他的心中气急 直接一脚跺下 维奇斥责副手 是如何打扫手术室卫生的 然而当他抬起脚时 地上却空空如也 维奇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他这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连忙中断手术跑去卫生间 可刚刚洗了一把脸 他便突然晕倒在地 身为外科医生的维奇不敢怠慢 立刻开始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 水质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他的脑袋中居然长出一颗瘦大的肿瘤 同事说这已经处于相当危险的阶段了 往往会伴随着幻听和幻视 怪不得刚刚手术事实 他会忽然看到蜘蛛出现 维奇知道以目前的医疗手段 根本无法取出脑袋中的肿瘤 附近有一家隐秘医院 也许有办法治好你的绝症 维奇只当这是骗钱的小把戏 他宁愿花光所有积蓄 尽情享受剩余的人生 可实际上他真能如常所愿吗 突如其来的幻军 让他很难专注于某件事情 就连坐下来休息也会感到头疼欲裂 强烈的生存渴望再次涌上心头 于是他掏出了同事留给自己的医院地址 夜色下的咒语挡不住围棋就医的步伐 在同事的帮助下 他很快抵达了对方口中的神秘医院 奇怪的是保安没有进行任何盘问 而是先用探测仪扫描一圈 随后又收走了两人的手机 维奇心中好奇 但忍住了没有发问 他们很快来到一栋高大建筑前 同时在前台登记完毕后 便转身朝着办公室走去 让维奇先在大厅等着 此时的他再次感觉头疼欲裂 刚刚坐下来 身旁的短发女孩主动开口问后 原来他也是来看病的 同样找了一颗肿瘤 不过是在视网罗附近 同时天涯了路人 维奇不想安慰什么 借口说要上厕所 便起身离开了 经过咨询台时刚想开口询问 他便忍不住吐了出来 几人纷纷皱起眉头 接着下一刻 一名壮汉冲出来 紧紧捂住维奇的嘴巴 防止他再次弄脏地板 随后又出现好几名清洁工 开始清理维奇周边的整片区域 仿佛维奇就是个行走的毒王一般 好在他的同事及时赶到 这才看看化解了尴尬 维奇心中有些不愤 这家医院太不把客户当回事了 同事全程面不改色 表示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随即便带着他来到医院的检查室 维奇有心想要拒绝 前几天他已经拍过片子了 谁知检查医生旨意要再来一次 因为这次扫描的方式不一样 见同事也站出来劝解 维奇只好无奈地走进检测室 想不到医生竟然拿出一包塑料袋 垫在他的身上 维奇仔细看了看 里面居然装着几块稀小的骨头 医生没有解释 只是叮嘱在扫描时 千万不要移动他 随着仪器的缓缓启动 维奇的心中越发暴躁起来 他从没见过哪家医院在扫描病人时 还在不停地问东问西 仿佛要把你的一切隐私都调查清楚 维奇实在受不了了 一把扯下身上的骨头 使之检测室内的灯光忽然一暗 耳边传来若有若不的呼唤声 四周的墙壁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闯动 门外的医生大惊 催促维奇赶紧捡起袋子 维奇不敢怠慢 只能拼尽全力照做 检测室这才恢复平静 不过维奇却陷入昏迷当中 主治医师有些意外地看着维奇 告诉院长 他的体内含有特殊东西 应该对咱们有些帮助 当维奇从昏迷中醒来时 仍然对检测室中的经历感到心悸 难道自己的病情恶化 导致幻觉更严重了 主治医师没有解释 而是郑重地邀请维奇加入医院 维奇苦笑着摇摇头 自己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 主治医生笑了笑 表示着只是个小问题 他可以治愈维奇的绝症 随后便将对方送进一间病房中 临床还躺着一位奇怪的室友 两人还没来得及打声招呼 几名护士便走进来准备给维奇输液 当众人离去后 维奇惊讶地发现 输液袋中居然装满了虫子 一旁的病友连忙安慰 只要放轻松它们就能消失的 维奇还想问些什么 忽然感觉眼皮变得沉重无比 当他再次醒来时 床边的树叶瓶已经消失不见 可维奇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十分舒适 难道真是那瓶药水起作用了 快速换上自己的医务后 维奇走出了病房 恰好遇到出入医院时 打过招呼的肿瘤女孩 得知对方正要准备手术 他本能地宽慰几句 顺着医院的走廊一路前行 维奇找到了这家医院的院长 他想知道昨天给自己注入的是什么药物 居然能够缓解体内的不是 院长的态度十分古怪 告诉维奇你要是觉得是虫子的话 那便是了 随即表示晚些时候还需要来次大手术 见对方似乎不想多聊 维奇只好选择告辞 可心中对这家医院越发好奇起来 要知道之前那位肿瘤女孩 你如今的医疗水平也是不治之症 医院居然要对他进行外科手术 出于本能的职业习惯 维奇想去手术室看看小女孩的情况 可惜很快便被保安拦了下来 如今他只是这家医院的病人 不再是从前的专职外科医生了 而此时的手术室内 几名医生正在对小女孩进行开炉手术 水至下一刻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医生手上的橡皮管竟然开始弯曲 树叶瓶中的点滴也自行产生漩涡 就连走廊中的咖啡也诡异地飘荡起来 而小女孩的双眼忽然变得漆黑如墨 一旁的医生开始陆续倒下 就连走廊外的众人也无法倖免 只剩下围棋一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他只感觉脑袋一沉 像是感受到了小女孩的呼唤 一大团黑色液体像是要将它吞噬 就在这时 主治医生走了进来 直接探手从小女孩脑中抓出一团黑色粘液 紧接着手术室的灯光再次亮起 倒地的医生也跟着清醒过来 小女孩对着窗外的主治医生笑了笑 像是悄悄完成了一件大事 走廊上的围棋也跟着众人站起了身 得知小女孩的肿瘤成功债除后 他第一时间跑去主治医生的办公室 认为这是医学史上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还有一大批人突然晕倒又是怎么回事 主治医生没有解释 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你不明白的地方 只要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自然都会了然于胸 转眼来到第二天 维棋收到了医院的入职合同 在署名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后 维棋正式成为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 随着旅行的第一项任务 便是上脚随身携带的一切 冷酷的人士直接将他们丢进了燃烧的火炉中 而任职后的维棋 直接分配到女院长的麾下 主要负责治疗一些疑难杂症 不过目前首先要做的 就是先将维棋脑袋中的肿瘤去除 察觉到院长没有进行手术的打算 维棋的心中有些好奇 难道是要脊椎穿刺吗 院长摇摇头 表示待会你就知道了 只见两名壮汉突然出现 抓住了维棋的手臂 接着一根针管深深扎入脊椎中 当里面的细线被抽出 一团透明液体涌了出来 维棋有些好奇地看着瓶子中蠕动的物体 不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院长开口表示 这是你的胶质母细胞瘤 能够缓解你的病情 但不一定能够根治 字里话间像是将摘除脑瘤 干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维棋这些天经历了太多诡异的事情 也逐渐对此产生了唏嘘免疫 院长也没过多解释 而是催促维棋准备接待自己的第一位病人 这位女子患上了失睡瘫痪症 只要睡着了便无法自主醒来 即使恢复意识身体也不能动弹 她的老公觉得问题很严重 于是强拉硬拽将妻子带到了这家医院 了解完情况的维棋满脸苦涩 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 这种听都没听说过的疑难杂症 让她如何下手 院长满脸轻松地安慰维棋放宽心 他们医院存有大量的医疗方案 专制各种疑难杂症 接着便让维棋前往一个地方看看 经过一系列的安保以及重重大门后 维棋来到一处隐蔽的资料室 这里摆放着数以万计的精致木盒 其中存放的都是一些文所未闻的资料记载 维棋随意翻了翻 居然还有描述魅魔的 其他有关恶魔鬼怪的记载也不在少数 维棋顿时大感惊讶 这哪里还是一家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院 而他在这里又将遇到怎样的神奇经历 以上就是临床13区的第一期内容 这家医院太诡异了 储藏的资料居然全是各种妖魔鬼怪的相关内容 外科医生维棋入职的第一天 就接收到一位奇怪的病人 对方醒来时即使一时清醒 身体也无法自主行动 按照医院的标准流程 第一步就要对病人进行全身扫描 一个装有骨头的袋子再次出现 在搭档安亚的解说下 维棋终于明白这是一个独特的护身符 因为病人处于核磁共振的环境下 体内的恶魔可能会觉醒 没有护身符的牙制 他很有可能跑出来捣乱 至于检查时不停问东问西 安亚说是为了断定病人的思维 又没有被恶魔操控 这其实也是判断恶魔类型的手段之一 当病人的扫描完毕 院长给出的诊断 是被ND二型的魅魔附身了 维棋顿时大感惊讶 难道咱们的扫描仪 不是检查出病人体内肿瘤之类的异常吗 院长对此嗤之以鼻 咱们医院有一套不创的医疗体系 科班出身的维棋自然无法接受 他决定还是按照常规的医疗手段尝试一番 利用镇定剂让病人进入睡眠状态 维棋想检测对方的脑电图变化 也许可以从中找到他身体无法动弹的原因 谁知没过多久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沉睡中的病人开始不由自主地蠕动 脑电图显示他的大脑处于极度亢奋状态 一旁的安雅看不下去了 立刻拔掉仪器的电源 病人这才逐渐恢复正常 可此时的他虽然清醒了 但是身体却无法动弹 很明显就是睡眠时极度亢奋产生的后遗症 维棋认为自己找到了治疗的关键 可美女院长却将他怒骂一对 接着便转身来到女病人的房间 其实他早就看出了对方的病情 原来女病人一直埋怨老公无法满足自己 却在睡梦中得到了美妙的机会 经历长时间的沉沦后 女病人体内的魅膜越发强大 院长看着她脖子上的瘀痕 摇摇头表示病情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原本可以切除魅膜所在的胆囊 将其彻底驱除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接下来只能留在医院静静等死 其实女院长隐瞒了一些事情没说 围继之前的脑电图检测 彻底激发了病人体内的魅膜 如果随意摘除胆囊 将会引起她的强烈反击 最终导致女病人的死亡 院长向主治医生表达了对围继的不满 谁知后者却坚定地表示 她十分看好围继 决定再给对方一次挽救的机会 而这边被狠狠劈了一顿的围继 终于放弃了常规的医疗手段 她再次来到资料室 开始查阅相关档案 在安雅的帮助下 围继找到了许多有关魅膜的信息 资料上说她属于ND21型病症 代表着二级中等程度的危险 为其有些好奇 这些等级是如何划分的 安雅显然是医院里的资深员工 开始详细地给她讲解起来 这家医院的创始人 记录了许多无法确定病因的疾病 现代医学将其归结为病毒所致 可创始人却另辟蹊径 将这些病理全都归结于恶魔力量所致 而且还把它们做了明确划分 主要分为三个组别 第一种是ND三型 这种恶魔力量虽然会导致疾病 但对人体的伤害很小 ND2则会导致严重疾病 甚至会威胁病人的生命 至于剩下的ND1型 老院长的意见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可能地远离她 为其近来的第一天 就被划分为ND1的级别 美女院长曾经多次建议将她赶走 可主治医生却执意不肯 也不知道她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总算了解一二的为其 再次阅读其有关魅魔的资料 这是一种根据人的心理需求 而产生的妖艳恶魔 主要能力便是激增人体内的荷尔蒙 使病人在睡梦中体验到无比的快乐 唯一的驱除办法 便是取出魅魔附着在胆囊中的胆识 儿子水晶可以禁锢她的行动 安牙也从院长那里得知 病人体内魅魔被脑垫一气激活的事情 如今已经无法靠切除胆囊治疗了 为其也是心中郁闷 想不到接手的第一个病人 即将因为自己的胡乱操作丢掉小命 她想喝杯水牙牙精 却发现饮水机里的水用光了 找了半天只找到半桶纯净水 可当她伸出杯子接水时 纯净水像是要跟她做的一般 为其恼怒地拍了拍水桶 水晶里面的液体忽然窜出 犹如火过来般一点点靠近 男人顿时吓得手足无措 好在安牙其实推门而入 只见她立刻放出欢快音乐 接着拿出一个空瓶子 这团液体像是收到召唤一般 立刻化作黑烟钻入瓶子中 安牙解释说 这是从人体内抽出来的ND 三型恶魔 对人类伤害不大 可能是医院的某位同事悄悄培养的 只要他们待在固定的容器中 便不会出来作乱 为其听完后心中一动 他想到治疗女病人的办法了 而此时的女病人再次受到魅魔的轻疗 整个人都沉浸在美妙的逾越之中 明知自己会因此殒命 可又完全抵挡不住这份诱惑 不过为其这次不敢胡乱行动了 他找到主任医师说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 既然无法强行取出患者体内的魅魔 那么能否将他禁锢在滋舍经中 算是一种折中的做法了 主任医生思索一番后点了点头 忽然几人同时收到救治信息 那位女患者休克了 经过医生的紧急抢救 他总算恢复了意识 如今没有时间再拖下去了 必须立马进行手术才行 这是为其入职后的第一次操刀 要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安雅安慰他放宽心 手术师的其他助手都很专业 果不其然 宽敞明亮的圆形手术师中 各个角落都撞了一扇镜子 为其心中好奇 但并没有开口询问 而是全身心地开始手术 当他破开病人胆囊的一瞬间 四周的镜子闪现出一丝丝红韵 应该是魅魔发现异常了 忽然手术室内的灯光一暗 朦胧中一位妖艳的女子 蹲在患者身上 就当他准备对宿主痛下杀手时 忽然整个人化作一团黑烟消失不见 原来安雅已经将他附身的胆识取了出来 用一层薄薄的紫水晶包裹后 明病人总算彻底痊愈了 了解完生病的原因 他决定跟丈夫坦白一切 希望两个人以后能够好好生活 可这种话对于男人来说 可谓是致命打击 只见对方丢下手中话术后 便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而另一边的围棋 虽然完成了手上的医疗任务 可并未获得女院长的赞赏 而是有些恼怒地再次给他安排了一个医疗任务 这回围棋不敢再沿用以前的那一套 而是严格按照医院程序 先给病人进行核磁扫描 可当进行到询问环节时 病人的自理化间 像是十分厌恶负重的胎儿 更为诡异的是 这位病患居然自行扯下了塑料护身符 一旁的强哥立刻给出判断 这是NDRV型的恶魔维拉尔 维棋对此大为震撼 你凭什么能够如此笃定 善良的安雅替维棋 解开了心中疑惑 只要能够熟悉资料室中的所有档案 你也能一眼认出寄宿在人体内的那么类型 维拉尔在NDRV级别中 算是相当强大的存在 他只能依附在未出世的胎儿身上 通过各种手段给母子二人带来巨大痛苦 而驱除维拉尔的方法十分复杂 只能等到分娩后强行切断联系 不过这将对婴儿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医院的高层讨论许久 也没拿出合适的医疗方案 这时候主任医师发话了 也许可以实施谈判 维棋无法理解他的意思 决定先跟女病人好好谈谈 随着对方的表现十分奇怪 瞳孔居然自行分离开来 维棋这才反应过来 女病人一直都在被恶魔维拉尔操控着 怪不得刚刚在核词扫描时 他竟说一些恶毒的言语 根本不像一位准妈妈该有的态度 两人分别前 女患者突然开口劝说维棋 这里根本不适合你 应该尽快离开才对 当他换好病符后 主任医师开始准备所谓的谈判了 一旁的维棋有些好奇 他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只见强哥将换着全身固定在椅子上 每个人的嘴中都喊着一颗奇怪的果实 当手掌接触到身体的一刹那 几人瞬间就被一股距离推开 直到这时 主任医师才开始了对恶魔维拉尔的谈判 得知对方居然想要带走母亲和孩子两条生命时 主任医师突然指了指围棋 他绝对不会允许你那么做的 维拉尔像是看出了围棋的不寻常 突然改变态度 表示只要带走一条生命就行 至于是孩子还是母亲交由你们自己选择 随后手术是再次恢复正常 维棋则是满脸不解的环顾四周 自己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能让强大的恶魔做出退让 这也许便是主治医师坚持留下他的原因 以上就是临床13句的第二期内容 这位患者太难了 身体中居然孕育出一只恐怖恶魔 如今只能在自己和孩子间选择一味生还 年轻孕妇立马陷入巨大愧疚中 因为孩子的父亲太渣 他曾经想过放弃孩子的念头 恶魔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找上门的 一旁的医生维棋拼命摇头 这根本不是你的错 母亲没有理会他 而是做出了一个出乎夜落的决定 他要牺牲自己保住孩子 因为怀孕的这段时间 他充分认识到了新生命的活力和伟大 维棋感受着手掌处传来的蠕动 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作为一名医生 他不该放弃任何生命 凭什么要向恶魔妥协 在接下来的手术中 维棋决定同时保住孩子和母亲的性命 尽管此时的女患者 再次被恶魔主导了一世 不停嘲讽着周边人的舞姿和愚昧 维棋实在听不下去了 连忙给对方注入一剂麻醉药 他首先要做的便是取出胎儿 接着想办法断掉恶魔与之的联系 谁知恶魔强大到可怕 居然主动觉醒 开始提醒维棋尽快做出选择 充当副手的院长 很快察觉出了不对劲 连忙将维棋拉到手术室 劝对方不要乱来 如果不遵守恶魔的约定 后果将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 助手前来汇报 患者的脉搏停止了 两人没有时间争论 飞快跑进手术室 还是先将胎儿取出来再说 接着又给母亲进行复苏抢救 谁知他刚刚醒过来 便一把抓住维棋的手臂 忽然灯光一暗 他的意识再次进入恶魔所在的一空间 对方显得相当气愤 斥责维棋为什么要毁约 他将一起带走母子俩一时成见 维棋不慌不忙地上前 你要如何才能放过他们 随着恶魔忽然改变态度 表示只要维棋跟着自己走 他就不伤害这对母子 维棋有些好奇 自己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恶魔摇摇头没有回答 而是提及了第一次谈判时 主任医师的奇怪举动 他之所以要将维棋介绍给恶魔 就动了这种交易的念头 用自己一个人的性命 换取换者母子两条命 到底值不值 维棋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就当他缓缓抬起手臂 准备打成交易时 现实世界的手术室内 失去意识的维棋 仍然躺在地板上 美女院长似乎猜到 他遇到了麻烦 连忙叮嘱强哥准备符咒 而他自己则坐在地上念念有词 一枚特殊的金属片 经过层层缠绕后 总算顺利制作完成 院长郑重地将其放入维棋的手心 与此同时 一空间内的维棋 刚刚握上恶魔的手掌 对方瞬间消失不见 他有些不解地看着凭空出现的金属片 接着下一秒 维棋便在真实世界苏醒过来 女院长像是晒老了几十岁 漠不作声地走出了手术室 而此时的患者缓缓睁开眼睛 满脸幸福地看着怀中的孩子 母子俩人的性命总算保住了 只不过维棋却是满心疑惑 他找到了身藏不漏的主任医师 你为什么要让恶魔将我带走 主任医师刚想回答 却是感受到了维棋身上的特殊气息 男人猛然醒悟过来 是不是想要这块金属不身符 谁知对方对此无比忌惮 他连碰都不敢碰一下 第一时间将金属片扔进了焚烧乳中 这让维棋的心中更加好奇 联盟找到美女院长 询问那个金属片到底什么来历 此时的院长仍然十分萎靡 他说那是老院长从一空间带回来的东西 可以克制高等恶魔的存在 维棋这才反应过来 怪不得孕妇体内的恶魔一碰到他就灰飞烟灭 可为什么主治医师也对其忌惮无比呢 果然这家医院里的人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存在 而美女院长施展一次空间传送后 虽然看上去恢复了正常 可时不时传来的咳嗽声 却暴露了她的虚弱本质 美妻有心想要询问 但很快就被对方对了回去 她只好郁闷地回到病房中 却发现室友居然在偷偷玩着手机 美妻心中一动 想要借过来给家人打个电话 使这一名护士突然走了进来 结果病友私藏手机的事情 很快传到了院长的耳中 想不到他还偷偷拍了不少隐秘照片 这可是严重违反院规的 院长气得直接让病友卷布盖滚带 虽然他只是ND三型疾病 但也会一辈子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 为其想帮病友说几句话 可惜很快就被院长无情地驳回 但他有所不知的是 当所有人离开后 年轻的病友居然再次回到院长办公室 此时的他如同任命一般 警救院长撤销对自己的处罚 对方突然一改之前的严肃模样 忽然露出邪魅的笑容 缓缓来到年轻病友的身前 随着舒缓的音乐响起 两人的外套逐渐退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荣光焕发的美女院长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之前的伪迷虚弱一扫而空 而年轻的病友则是迈着蹒跚的步伐 缓缓走出办公室 恰好经过的安雅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明了 只见她第一时间跑去院长办公室 大声斥责对方 为什么要对自己的病人下手 原来这里的不少人 都知道院长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可以通过交合的方式 采集他人的生命力 从而让自己拥有健康年轻的体魄 那位可怜的年轻病友 其实就是院长特意养在这里的 只要休养一段时间恢复过来 她便会索取一次 当然院长的养料 可不止年轻病友一位 面对安雅的斥责 美女院长并未如何动怒 想不到她居然是安雅的亲生母亲 甚至还表示 总有一天你也会跟我一样 可安雅却奸细 自己绝对不会这样了 然而医院中的怪人 不仅仅只有院长和主任医师 刚刚查完房的安雅发现 自己的一位病人去世了 她必须尽快送到停尸房才行 因为这些人的体内 都含有不同等级的恶魔之力 当两人即将抵达红色区域时 立刻停下了脚步 只见过到深处 缓缓走出一道身影 对方的脸上长满了白斑 与其生硬的事宜 安雅赶紧离开 尸体交给自己就行 安雅还想再问什么 却无意间踏过了红色区域 结果瞬间摊倒在地 护士无奈地摇摇头 刚刚将人拽出来 她便吐了一口 唾沫悠悠悠醒来 显然这处停尸房 只有白斑女人可以自由进出 虽然以上的种种怪事 维其并未亲身经历 但也感受到了 自己处在一个 鬼怪丛生的环境中 刚刚确诊了一位 普通的炮车患者 维其有些好奇地询问 难道这里也会接收 寻常病例吗 安雅赵长替她解惑 咱们医院除了一些 特殊权贵会自动上门 另外就是靠业务员 主动拉拢客户了 就如维其之前 所在医院的那位同事 不过业务员 并不具备诊断的能力 拉来一些 普通的病例业数正常 就在这时 走廊外的广播声突然响起 院长将要进行透析实验 请所有人待在特定区域 不要出来 维其刚想询问这是什么 人事主管忽然现身 将两人带进一个偏僻的房间中 甚至还在外面繁琐了 安雅解释说 所谓的透析实验 就是将病人体内的恶魔力量 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中 中途必须保持绝对安静 所以才让所有人回避 没过多久 整间医院陷入一片非暗中 而此时的围其 终于有了和安雅单独谈话的机会 她忍不住出声询问 院长和主人医师 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善良的安雅没有隐瞒 创立医院的老院长 研究出了一套 对付最为强大的ND 邀行恶魔力量的方法 那便是谈判和融合 令人和体内恶魔达成某种协议 从而免受疾病的困扰 甚至还能获得特殊的能力 但必须付出对等的代价 安雅的母亲院长 能够保持永远的健康 付出的代价 就是吸取别人的生命力 异常强大的主人医师 以及那位停尸房的女子 想必也融合了恶魔力量 维其想了想 自己体内也携带ND 邀行恶魔之力 难道在之前的治疗过程中 也逐渐融合了吗 安雅想了想 觉得有可能 她能自由出入恶魔所在的一空间 其实也是一种相当厉害的能力 维其心中有些好奇 难道不是每个ND 邀行患者都有这种能力吗 安雅摇摇头 维其脑中的肿瘤 恰好压迫到了 负责现实世界感知的左顶叶区域 这也许才是维其 可以感受一空间的原因 维其听完后有些心动 他想去看看院长 是如何进行透析实验的 安雅有心要阻止 奈何维其根本不听卷 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破门而出 而此时的院长 已经让人推进来一具尸体 倒霉但并有则盲目的环顾四周 他说如果实验成功 那么病有体内的ND 三型恶魔之力 将会转移到死者身上 并有虽然希望身体康复 但也担心实验会有危险 院长信誓旦旦的保证 只要确保附着恶魔的 再提不出意外 那么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随着病房的灯光熄灭 异常匪夷所思的实验开始了 可他们真能顺利取得成功吗 而院长的真实目的 只是帮年轻病友摆脱病痛吗 随着灯光的熄灭 昏暗的房间在夜市灯的照射下 显得优森无比 光头强哥准备以文字作为媒介 将病友体内的恶魔之力 转移到死者体内 在特殊仪器的作用下 死者的身体开始不住的颤抖 可年轻病友却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显然剥夺活人体内的恶魔之力 没有那么简单 强哥健壮不得不强行终止实验 美女院长看了一眼毫无生机的老人 随即转头大骂年轻病友太没用了 刚刚打开门 便发现站在门口偷看的围棋 院长也没斥责 而是将对方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此时的他一改往日的张扬 万分诚恳地提出一桩交易 他希望围棋前往一空间 劝说恶魔让这位老人附生 只要顺利完成任务 围棋以后就是医院中的二把手了 男人心中疑惑 为什么你不去找主任医师帮忙 院长想了想没在隐瞒 原来主任医师自从接触到 专门克制恶魔之力的符咒后 他手掌上的伤口开始不断扩散 美女院长知道对方和恶魔签订了协议 只是如今的主任医师太老了 几乎压制不住体内力量了 也许是时候换腹身去了 如今涉及到这么重要的任务 院长不可能再去找那位 随时可能出问题的主任医师 围棋还是有些不放心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 为何你要如此看重他 美女院长低声轻态 原来这位老人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些年他一直待在养老院中 直到最近才突然传来暴毙的消息 美女院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准备活化的父亲给偷了回来 之前的传导实验 实际上就是想利用恶魔之力将他复活 了解完一切的维棋终于被收动 打算前往一空间 试着寻找恶魔之力 美女院长也没磨迹 立刻开始前期准备 在老人身上画了几道诡异符号 接着便掏出一只蚊子 这是引导维棋前往死者 专属一空间的媒介 当他吞下的一刹那 维棋瞬间置身于陌生环境 四周飘散着淡淡浓雾 只有前方处理这一栋老房子 维棋好奇地走了进去 只看见一位老人在给小女孩讲故事 他们应该就是院长妇女了 维棋想要上前打招呼 却发现对方根本看不见自己 即使用身体接触 在老人眼中也只是蚊子在打乱 院长似乎十分反感老人的轻易动作 可无论他如何反抗 对方仍然不管不顾地关上了房安 维棋想要阻止 可始终无法走进卧室 忽然四周再次变成暗默色 维棋莫名出现在医院门口 他有些好奇地走了进去 发现里面关押着一位神秘恶魔 对方询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维棋有些懊恼地摇摇头 他只想尽可能帮助一些人 却不知该如何下手 这位恶魔立刻提出交易 他能帮维棋救活那位老者 但前提是带一样东西给到主人医师 维棋心中不解 为什么要找他 谁知对方给出的答案让人轻松 因为主人医师体内的恶魔 竟是魔戒首领卢西法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的病房内 院长带着众人正在拼命抢救 毫无意识的维棋 可惜他最终还是失去了生命体征 安雅为此跑去院长办公室大闹一顿 但这也无法改变维棋彻底死亡的事实 当陆练师准备处理尸体时 男人忽然张大嘴巴活了过来 在匕首上哈了一口气 证明他是活人后 陆练师上前仔细打量 确认维棋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这才放心地任他离开 走出红色区域后 维棋忽然停下脚步 从嘴中掏出一个硬币 正是恶魔送给他的交易物品 当安雅看到活生生的维棋出现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让他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而病房中的死去老者 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这是恶魔协议中的一部分 美女院长对此期待已久 可惜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 原来他一直没有忘记 老者对自己做过的龌龊事情 一番恶毒的语言攻击后 院长拿起枕头亲自送对方归息了 也许这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仇恨吧 即使死也要死在自己手中 而此时的维棋已经来到主任医师的办公室 他没有立马完成和恶魔指定的协议 而是开口询问为什么邀请我加入医院 主任说任何地方都需要秩序 哪怕是地狱 维棋想起了那位被关押的交易伙伴 难道你打算将我培养成对你有用的恶魔吗 主任没有否认 他原本想让维棋自己领悟的 可惜还是失败了 维棋顿时积极 随后便扔出了恶魔给他的硬币 水之下一刻 主任如同受到暴击一般 亮相地倒在地上 人事主管像是早就得到指示 直接将昏迷的主任推进了地下室 四周突然亮起红色丝线 形成一个巨大牢笼 过了好一会儿 主任医师才悠悠醒来 他的面目变得舞弊猙獰 就连体内的力量都不受控制 一旁的围棋彻底傻眼了 他连忙跑去图书馆寻找答案 安雅再次充当万能小助手 告诉他老院长曾经将那些 与体内论魔之力达成协议的人称为巫师 当他年老体衰无法驾驭力量时 其他恶魔便会四肌二动 想方设法给予重击 从而让主任的意识 被体内恶魔彻底侵占 任何巫师走到这一步 医院只能将其关押起来 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或者找到一副新的躯体 因为涉及到的内容轻视骇俗 美女院长并未对外公开 只是说主任医师因为重病需要休养 今后由自己来替代他的职务 并指派围棋作为自己的副手 众人还没来得及惊讶 他又告诉大家 卫生部会安排特派员 驻扎在咱们医院 为其有些难以理解 咱们医院不是独立运营的存在吗 安雅告诉他其实并不是 因为这个地方太特殊 必须受到国家的管辖和监督 谁知卫生部的审查员还没到 医院又接受了一位新的病人 对方居然有几位警员押送而来 不用想也知道 他并不是普通的ND型患者 而是和恶魔达成协议的女巫 为其查询资料后才知道 这个女人拥有一项神奇的能力 可以自由操控体内的有机物 他说你体内的血糖升高了 对面的男人立刻身体一顿 亮腔着倒在地上 女人又说你中风了 结果男人便四肢僵硬面露痛苦 可这都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行 例如院长需要通过 欢好吸食他人的生命力 而这位女病人 则是消耗自身的气血供养恶魔之力 换句话说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在不久的将来 等待她的只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是如同主任医师那样 亦是被恶魔彻底掌控 或者与恶魔解除协议 将力量转移给其他人 维棋的表情一致 这可比治疗普通的ND型患者麻烦多了 与此同时 几辆黑色的高级轿车驶进了园区 院长带领着众人笑脸相迎 卫生不止派的调查员到了 这些人始终一副生人物净的模样 点名要见主任医师本人 院长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既然对方如此高了 他也没必要被公屈膝了 随即众人来到关押 主任医师的高压电磁龙旁 调查员顿时张大了嘴巴 这位可是医院的首席治疗官 为什么会被关进了笼子里 当即下令赶紧放人 见几位高层站在原地没动 调查员直接走了进去 谁知下一刻 主任抬起手臂 居然凭空将他抬了起来 好在人事主管已把江人拖出了危险区域 调查员这才意识到 对方被恶魔操控了 随即慌慌地表示要去别处看看 一行人转眼间来到检测室 安雅正在给新来的女巫进行检查 调查员也知道这家医院的特殊性 有些好奇地凑上去 想看看这位病人有何奇特之处 只见对方脖子以外 他撑在桌上的手臂变猛地一软 结果额头上多出了一块伤痕 调查员心中气急 但也找不到发火的理由 只能先召集大家去会议室开会 他也感受到了众人对自己的排斥 当即决定暂时接管医院的指挥权 所有病人的接收和手术 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院长忍不住提醒道 他有理由怀疑主人医师被人陷害并夺权了 接下来很有可能导致管理混乱 从而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因为这里的病人全都太特殊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碎纸机突然动了起来 调查员只看到无数碎纸朝着自己飞来 以上就是临床13区的第四期内容 仅仅不到半天时间 新来的调查员便弄得浑身是伤 院长解释说 那是工作人员养的灵宠 一般不会带来什么危险 调查员的心中愤恨 他觉得医院中的所有人都在跟自己作对 当即就把灵宠的主人强哥叫过来训话 要求对方密格处理掉灵宠 为了让自己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调查员决定拉拢心腹为其所用 而新入职不到一个月的围棋 就是最好的选择 他要做的就是配合调查员的工作 而得到的回报却无比丰厚 升职加薪不说 还能破例获得使用手机的权利 维棋觉得这比买卖很划算 于是主动请应 要带调查员了解更为隐秘的存在 一行人很快来到庭室间 煤气按下呼叫按钮后 白白入联时缓缓走了出来 调查员显得很兴奋 如果弄到每天出入这里的死亡名单 将对调查医院的状况帮助很大 入联时满脸冷漠 说你想来就来吧 可调查员一踏入红色区域便晕了过去 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再次吃饼 满心怨念地经过走廊时 忽然看到刚刚住进病房的女巫 想到对方昨天也让自己吃了苦头 调查员突然开口说道 这种和恶魔签订协议的存在 并不算是真正的病人 甚至连人都不算 咱们为什么还要浪费资源养着他 这让维琪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于是主动找到院长征求意见 调查员想要对女巫安乐死 可他也是自己负责的病人 谁知院长全程面露冰霜 显然对于维琪投靠调查员的行为很不满 而这边的强哥正在跟自己的灵虫做最后的道别 调查员的处理决定他无法违抗 甚至还特意派遣维琪前来监督 强哥的心中也是怨念颇深 气愤的将灵虫刷给维琪 还是你来亲自销毁吧 没过多久 维琪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了焚烧室 他还在考虑该如何处理那位女巫 就连一向温柔可人的安雅 都对他的投敌行为有些不齿 当女巫化好病腹推进手术室时 维琪已经做好了对他安乐死的准备 调查员有些不放心的表示 自己要参与进来观摩学习 安雅则全程黑着脸没有说话 维琪没有拒绝 只是说资料里有记载 如果女巫的心脏停止飘动 跟她签订协议的恶魔 会依附在其他人身上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必须服用专门克制的药物才行 随即安雅便掏出一包奇怪的零食 天真的调查员有样学样的一口吞了下去 很快便被呛人的味道账得满脸通吼 赶忙转身走出了门外 现场几人扔掉手上食物后 维琪快速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 要想彻底治好这位女巫 必须解决她体内的恶魔才行 男人推着昏迷的女巫 找到了关押的主人医师 她想借助路西法的力量 强行压制患者体内的恶魔 谁知对方却不肯提供任何帮助 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医生了 维琪有些颓废正准备离开 却不想路西法再次开口 你的体内也有强大恶魔 为什么不寻求她的帮助呢 维琪心中一动 立刻将女巫推进自己的病房中 她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在安雅几人的帮助下 总算顺利取出了患者脑中的肿瘤 虽然这是恶魔的藏身之所 但并不意味着病症解除了 只见女巫忽然开始全身颤抖 显然恶魔想要强行将她带走 这就是擅自解除协议的代价 维琪立刻出声 请求自己体内的恶魔帮忙压制 任何交换条件她都答应 话音刚落 女巫的身体恢复平静 只是她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维琪说这是肿瘤对视觉神经造成的永久性损伤 同时也是使用恶魔之力的代价 不过总比丢掉小面好 就在这时 调查员带着手下闯了进来 怒斥维琪几人违反规定 不过维琪却丝毫不在意 因为女巫已经彻底痊愈了 看着对方渐渐远连的身影 安雅有些担忧地询问 你身体中的恶魔会让你做什么 维琪无所谓地摇摇头 能有什么比得上一条人命重要吗 安雅彻底被她的医者人心打动 忍不住主动凑了上去 就在两人准备进一步探讨人生时 维琪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后 猜测这也许就是恶魔所要的代价 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她正准备询问要不要继续探讨人生时 谁知安雅的热情早已不在 她说自己遗传了母亲的能力 如果和别人在一起 同样会吸食对方的生命力 以后咱俩还是做回普通朋友吧 维琪顿时陷入几度懊恼当中 不过对安雅的爱意丝毫未解 表示会尽量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安雅摇摇头说着不可能 否则母亲也不会如此不顾院长的尊严 四处找人索取了 维琪只好暂时放下此事 趁着没人的间隙 她偷偷来到焚烧房 原来强哥的灵宠并未消亡 而是被她偷偷藏了起来 再次用空瓶子装好后 维琪找到了即将出院的病友 她请求对方将灵宠带走 这也许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医院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安宁 没急没事便找上安雅 继续发扬甜不知耻的作风 甚至当着病人的面勇敢表达爱意 即使每次都被安雅无情拒绝 可怜的调查员经历多次挫败后 总算不像刚刚到来时那般张扬了 尤其是某次对院长稍稍表达了轻慕之情后 可怜的男人从此过上了痛病快乐的生活 直到这天平静的日子被彻底打破 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惊恐的发现 走廊地板上忽然出现一条漆黑的裂缝 原来是关押的路西法逃脱了 整间医院顿时化为恐怖片现场 前台小妹看见墙壁上 出现一条快速增长的裂缝 她想凑上去仔细看看 一团黑色液体忽然喷出 医院在短时间内发生多起伤亡事故 所有医生立刻进入手术室 开始治疗这些昏迷不醒的病患 他们体表的黑色粘液 属于恶魔体现的分泌物 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必须用特殊手段清理才行 就连手术刀都要用符纹交代缠绕 避免医生受到牵连 而那位恶魔的原先宿主 此时已经面色红润的躺在了病床上 心癌的调查员慌得不行 这是要整出大乱子的节奏 美女院长觉得有必要解释一番 原来早在医院创立之初 大恶魔路西法边和官方达成协议 她来维护人世间的地域规则 不让这些恶魔过分的侵害人类 而这家医院便相当于 路西法的办公场地了 不过她出现在这个空间也有限制 必须依附在人体内 才能保持强盛状态 否则会有其他恶魔前来 导乱取代路西法的位置 如今主人一时年老体衰 路西法不得不寻找新的宿主 调查员心中一动 你觉得我行吗 美女院长服恶叹息 不是什么人都会被路西法选中的 虽然成为她的宿主 会拥有强大的能力 但也必须付出最为珍贵的东西才行 调查员还是有些不死心 考虑一番 而此时的维奇和安雅 正在治疗一位特殊的病人 对方只要一看到食物 手臂便会不受控制的喂食 安雅诊断出这位患者体内 含有称为河马的ND二型恶魔之力 她的特点便是喜欢进食 到了后期可以操控宿主的每块肌肉 而治疗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彻底封堵河马所在的位置就行 不过维奇还是劝她小心一些 因为这种恶魔已经苏醒了自我意识 两人说话间 病患的手臂便不受控制的凑了上来 维奇立刻将她甩开招呼安雅继续 探测镜上很快显现出河马的真容 就在这时 天花板上突然出现一条裂缝 安雅吓得双手大战 探测器捅了病患连连肝偶 维奇连忙抽出管子 随后走廊的通知广播响起 医院进入紧急隔离状态 病人和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走动 维奇有些好奇地来到一处巨大裂缝旁 她想近距离看看恶魔体现的分泌物 可当凑近鼻子的一瞬间 当她张开双臂准备养边朝下时 强哥一把将她拉了下来 随后维奇便陷入昏迷当中 接下来医院开始对每个角落进行消毒 当她再次醒来时 看到隔壁病床上的安雅正在默默流泪 维奇猜测她是因为路西法的事情害怕 可实际上并不是 原来安雅在刚刚的手术中出现失误 导致那位病人体内的恶魔之力活跃起来 如今她的四肢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也许过不了多久 这位病患将面临生命危险 以上就是临床13区的第五期内容 路西法将会寄宿在谁的身体中 维奇体内的恶魔又是怎样的存在 下期大结局将会一一揭晓答案 男人的身体中藏有一只恶魔 只要见到食物 便会不受控制的疯狂抢夺 就跟三天三夜没吃饭一样 服务员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男人一击打退 好在光头强哥及时出现 一拳就将他给干趴下了 医生维奇对这位病人的情况和了解 必须立刻手术隔绝身体中的恶魔之力才行 如果再拖下去 别说四肢和脖子了 可能连眼珠都无法自主控制了 随后他便按住病患的手 强行签下手术同意书 医护人员很快将他推进了手术室 维奇看了看四周 怎么没有看到安雅的身影 不过手术即将开始了 他也没有多想 全身心地操控起探测进来 却不知此时的安雅 即将迎来巨大的危机 平常和他关系不算亲近的母亲 忽然一改常态露出自相笑容 他劝安雅不要再为那个病人操心了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对付卢西法 否则这家医院将不复存在 连带着围棋也要跟着死亡 安雅意识到了情况紧急 连忙跟着母亲来到手术室 随着手掌上的鲜血缓缓滴落 母女俩瞬间进入一空间 这就是血脉相连的好处 可以一起组队冒险 院长说能够拯救医院的只有他们两个了 安雅是有些不解 咱们应该如何应付卢西法 院长的表情有些凝重 他说露西法需要一个祭品 而且要是最珍贵的东西 这样他才能重新选择宿主 接着便将一把手术刀递给安雅 原来院长是想牺牲自己 让安雅和露西法签订协议 可毕竟母女连心 安雅握刀的手不停颤抖 他真能如此狠心的挥刀吗 与此同时 另一个手术室中的维棋 也陷入万分纠结当中 病人体内的河马恶魔 几乎完全觉醒 开始不停反抗他的风堵行为 维棋也不敢用墙 否则很有可能造成病患死亡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病人的右手忽然动了动 维棋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让人解开绷带 原来是河马恶魔发出来的信号 他也不想梦到两百聚伤的下场 于是提出一个合理方案 略动手语的维棋瞬间醒悟 没过多久 奇特的病人再次醒来 他的手术已经完成 只不过体内恶魔并没摘出 也没有彻底封堵 而是让维棋重新接了一根管子直通喉咙 他这样既能继续吃喝 又不会让病人产生饥饿感 算是双赢的结果 随后他便来到主人医师的房间 对方此时隐亏负意识 看到维棋过来 便用略带虚弱的声音告诉他 路西法肯定会重新寻找宿主 医院中只有院长一人可以做到 可前提是献祭他最宝贵的东西 维棋心中一沉 立刻想到身为院长女儿的安雅 而此时的安雅已经放弃了 对母亲动刀的想法 院长抱着他连声安慰 忽然一个转身 直接割破了安雅的喉咙 当维棋感到时 可怜的女孩已经彻底没了呼吸 角落里传来院长阴冷的声音 你和安雅才认识多久 对于她的死亡 我才是最痛苦的人 维棋根本不想多说 直接掏出手术刀 准备干掉这个疯女人 谁知握刀的手臂根本不受控制 居然慢慢朝着自己脖子里去 好在院长没打算干掉她 只是轻轻挥手 维棋便彻底晕了过去 没过多久 院长推着死去打安雅来到停事间 只有彻底清理掉她体内的污秽 才算是合格的祭品 白白入恋时按马医生无情后 便推着安雅朝着深处走去 当维棋从昏迷中醒来时 已经是七天之后的事情了 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穿着病服 于是直接闯入会议室 想不到主人一是已经重新入职 不过坐在主位上的却是院长 维棋直接怒吼道 院长杀了安雅 你们全都无动于衷吗 谁知院长却和暗地提醒维棋多多休息 一定是脑中的肿瘤 又让你出现幻觉了 随后她便被人事主管请了出去 主人医师也跟着维棋来到病房 她说院长做的并没有错 全是为了安抚路西法 让医院恢复秩序 至于维棋为何对她恨之入骨 可能是受到体内恶魔的影响 临走前她还不忘提醒 你的那位恶魔可能比路西法还危险 可维棋仍然极度不甘心 她明白自己只是单纯的替安雅 鸣不平而已 看着对方昔日用过的无间 曾经经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忽然走廊外响起广播通知 一位齐美拉病人即将抵达 所有人纷纷低头不敢直视 因为她在不同人的眼中 代表着不同的面孔 当维棋好奇地抬起头时 居然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安雅 她连忙跟进病房想要一探究竟 却被人事主管强行拖了出来 只见对方递出一块平板 维棋这才发现 自己眼中的安雅 其实是个糟老头子 孤独的夜晚位于轰鸣 维棋却忍不住思念 她还是来到了齐美拉的病房 虽然知道眼前躺着的并不是安雅 可她依旧控制不住 想要看看的冲动 谁知齐美拉忽然坐了起来 她说要代表自己的上级跟维棋谈谈 维棋有些好奇 哪个上级 路西法吗 齐美拉却告诉她 你们之前见过面 她还帮助过你 维棋这才想起来 就是那位送给自己硬币的恶魔 这位应该是路西法的对头 果不其然 齐美拉继续开口 她的上级想要阻止路西法 寻找新的宿主 而维棋想要救回安雅 其实咱们才是共同阵营的 维棋心中一动 安雅真能复活吗 齐美拉点点头 继品只能在第九天才能被接受 只要维棋能在此之前 和恶魔上级签订协议 那么她就有办法对抗路西法就回安雅 维棋虽然没有当场答应 可内心早已澎湃不已 如今整个医院中 她最信任的只有强哥了 将之前的经历附属一遍后 强哥点了点头觉得可行性很大 能够抢回路西法继品的 也只有另一个强大恶魔了 维棋心中立刻有了决断 询问如何才能签订协议 强哥告诉他必须死亡的个体才行 而且还不能自己动手 维棋心中大害 那主人医师和院长也签订了契约 为何他们还活着 强哥满脸严肃 你敢确定他们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维棋没再多言 立刻起身找到人事主管 将自己复活安雅的计划说了一遍后 这个无法言喻的女人 立刻用行动表示支持 居然亲自将维棋放出了医院 因为这里是露西法的地盘 而且不能亲自动手杀掉自己 于是他想到了刚刚出院的病友 那里还有一同带出来的强哥灵宠 再三交代病友一定要将自己的尸体送到医院后 维棋拿着灵宠钻进了出租车内 看着欢喜万分的年夜 他却连续起身路马 结果下一刻 维棋的意识空间内 他再次经历了难以忘却的往事 那就是错信了一位医生 导致年老体衰的父亲丢掉了性命 而维棋的身体 此时已经来到医院的停尸间 陆练师静止静夜地替他清理体内无惠 忽然周边的灯光一样 维棋再次进入一空间 这次他的身前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 对方自称是恶魔的代理人 前来帮助维棋签订合约 维棋有些好奇 那位恶魔到底是谁 代理人说 他其实一直都在你的体内 只不过因为路西法的制约 恶魔大人无法私自与人签订协议 如今路西法没有宿主处于虚弱气 他才能趁机钻了空子 维棋来不及多想 立马在合约上按下先皇指印 紧接着画面再次回到安雅被害前的那一刻 虽然脖子上还是中了一刀 但维棋却在关键时刻出现 一把推开院长后 维棋立刻进行抢救手术 等候多时的强哥也跑了进来 看都没看一眼虚弱不堪的院长 显然一世的突然中断 对他的伤害很大 没过多久 院长便无力地瘫倒在地 整张脸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十岁 而此时的维棋正在拼命缝合安雅的伤口 看脑中时不时响起路西法的劝阻声 阻力越来越大 就差亲自现身弹掉围棋了 忽然轻微的吸气声响起 安雅奇迹般地恢复了心跳 与其截然不同的是 老院长的尸体已经出现在了停尸间 路练师轻轻低下头满脸的淡然 而此时的维棋感觉身体内 像是多了另一个自己 对方居然低沉地喊出一个名字 以上就是临床十三区的全部内容 原来一直基于路西法管理者职位 并寄宿在维棋体内的 就是这位阿斯塔罗特了 他在古老神话中 是与路西法齐名的大恶魔 想方设法地与之作对 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部剧将恶魔侵袭认定了一种疾病 并且演化出特殊的治疗方式 这样的演艺视角看起来十分新颖 也没给人带来逻辑上的荒谬感 反而有种科学的镜头 便是神学的名物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出来 这家医院的所有人 其实都在替恶魔打工 只不过有些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 而有些人的做法比恶魔还要恶毒 从故事结尾来看 两个大恶魔之间的战斗 貌似才刚刚开始 希望这部剧在不久的将来 能给大家带来更为精彩的续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